很高興來馬來西亞跟大家結園 尤其我們殺人佛會 近來看到大家真的都是菩薩面相 大家對佛法都很前進 都很有耗耀心 所以看到這個 我們身為三寶的代言人 我們心裡就非常發喜高興 所以看到你們就發喜 今天藉由這個因緣 我先講一下你們能夠由金剛經來入佛法 這是最直接的道路 在中國幾千年 佛法的弘揚之中 只有一位 這是真真實實的 不是一種神話 宣說不是一種 只是讓大家 以宗教虔誠的信仰來相信的 只有一位 因為 聽聞一佛經而政務 請問哪一位 哪一位 六祖 六祖他是以 我們在座 大家 如果說要以世間的資質 你們每一位都比六祖強 六祖不是智 六祖沒有文化 六祖就是砍柴的 他這樣的人 因為聽聞金剛經 第一次聽聞人家讀誦金剛經 他說有所體悟 他這個體悟不是隨隨便便 他這個體悟他能夠放下一切 雖然他擁有的不多 但是他能夠放下一切 甚至他四母之孝 他能夠把母親安頓好 然後 跑去 黃梅 尋找五祖 這個決心 古今中外沒有幾個人有 只有他一個 因為什麼 因為金剛經 他聽聞的金剛經 能夠升起這種 這一種 勇氣跟智慧 然後他到五祖那裡 他也沒有機會聽聞佛法 他是在米房沖米 沖了八個月 過來因為機緣 五祖 在三經請他到方丈寺 再為他解說一次金剛經 沒有全部解說完喔 解說到哪一句 他證物 請問他解說到哪一句 知道嗎 解說到 因無所住 而生起心 六祖於當下 大悟 側悟 古今中外 只有金剛經 只有六祖這一人 所以今天我們 有緣 來聽聞金剛經 我在金剛經 我很用心 然後我在金剛經 我弘揚了十幾年 基本上我會出家金剛經 也是個很大的因緣 因為 我會出家前在南非 我移民南非十五年 然後有一次的因緣 一位師兄跟我講 金剛經很靈驗耶 他有些體會 他跟我講金剛經很靈驗耶 我們來背金剛經好不好 他既然提議了 那我就說好 我們來背背看 既然 要背我就很用心背 但是白天還要上班 所以我就用利用閒暇時間背 我背了七天背起來 所以我很清楚 金剛經不是我這輩子背的 這已經有累世的因緣 才有可能七天背起來 然後那位師兄 我背起來我就很高興 去他面前展示給他看 背一遍給他看 結果那位師兄 得到了鼓舞 我竟然七天背起來 他也很用心背 但是當然他也要上班 他背了兩年也終於背起來 沒有給我鼓掌一下 所以這是我跟金剛經的因緣 然後我出家之後 在福岩佛學院 福岩佛學院是 映順老師 所開設的佛學院 在那邊讀大學部 然後到法谷山 法谷山是聖言師父 所參辦的佛學院 去那邊讀研究所 畢業之後 我就一直以弘揚金剛經 為我一生的職志 雖然一直講金剛經 但是一直有更深入更深入的體會 所以你們今天 你們今天 撿到寶 我把十幾年的體會 跟你們講 第一個 因為金剛經就是破我們的迷茫 我們眾生的迷茫 如果沒有迷茫沒有破 那你怎麼修行 都是 但是我第一次更加分享佛法的時候 我就跟大家講 我們學佛很用心 但是我們以 凡心在學佛 還是佛心在學佛 這個差別很大 你以凡心在學佛 你永遠沒辦法 轉凡心為佛心 你要以佛心來學佛 才有可能 才有可能 契入佛陀的智慧 我今天的主題是 契入佛陀的智慧 那什麼是凡心在學佛 什麼是佛心在學佛 我們凡夫不可能 不可能有佛心來學佛 你如果有佛心 你不用學了 你已經是佛了 這句話講的就是 讓我們不要以凡心來學佛 你要很清楚 我們都是凡心 凡夫的心 凡夫的心是什麼心 所以禅宗講 從六祖開始 六祖禅宗 從初祖達摩 祖師 到我們 漢地 來傳佛的心印 那個時候禅宗一開始 是被我們漢地的佛教排斥 為什麼 因為 禅宗 禅宗 指指人心 見性成佛 他談的是心法 他談的是心法 而 一般人 我們一般凡夫 都是在向上學法 這是最大的差別 所以今天金剛經 就要讓大家明了 什麼是心法 什麼是向法 向上的學法 因為金剛經講 凡所有相 怎麼樣 皆是希望 你如果在向上學法 你永遠沒辦法體會 佛陀到底在教我們什麼 那什麼叫做用凡心來學佛 我們凡夫的心 以禅宗的術語來講 明心 見性 見性 成佛 你要先明心 明心 我在法 古山的時候 寫了一篇論文 針對明心 我跟他下了三個定義 幫助我們 幫助我們 了解什麼是明心 明是哪個明 明白的明 我們 我們明強勢用的明 明 這個明 分為三個層次 第一個就是明白 你要明白 什麼是心 你要明白 你如果不明白 明白心 你無從修起 所以第一個是明白心 那心 心就很不容易 我們大家看得到 知道 的就是這個心 這個叫肉團心 但是我們所說的心 是這個心嗎 我們所說的心 不是這個心 那我們所說的心是什麼 我們所說的心是什麼 請問是什麼 我們說心 你要修心 我們說心 心是什麼 沒有人知道 你也沒有辦法證明 心在哪裡 請問心在哪裡 心不在內 不在外 不在中間 你找心找不到 你要是找不到心 那你快證悟了 你要是快找 你要是找不到心 能夠真正的回答 我找不到心 你就快證悟了 誰因為這樣證悟 大聲一點誰 惡主 惡主去找達摩 就跟達摩主是講 我心不安 情如安心 達摩跟他怎麼講 將心來 我幫你安 所以惡主 就在那邊 那不是一下子 那是 因為惡主本身就是很 已經是很高的修行人 他在那邊 一陣子多久我們不知道 一陣子那是真心在找 找他的心 然後他跟達摩講 我騙尋不找 達摩主是跟他講 我已經幫你安好了 惡主言下大悟 所以你要是找不到心 那恭喜你 你快誤了 快誤了 這不是我講的有實力 對不對 有實際的律證 所以 我們所謂的 這個 凡復興 凡復興也是很奇妙的 你找不到 但是他實時都在 為什麼 你怎麼知道他有 這個就是禪宗主治大德 你看很多他的公案 你看不懂的地方 就是這個 他就讓你知道 雖然 雖然看不到摸不到 但是他實時都在 所以第一個你要明白心的道理 這個要講要講 也是要講 蠻久了 佛法有很大部分的經典在談這個 基本上簡單講 這個 我們稱為意識心 第一個應該先講這個稱為攀緣心 這個心就是專門在攀緣 藉由我們 前五根眼耳鼻舌聲 攀緣什麼 攀緣什麼 外境 外境稱為什麼 攀緣相味醋 所以你在經典常常看到攀緣相味醋法 攀緣相味醋法 常常看到 心就是透過這一個 攀緣外境的攀緣相味醋 所以 當你知道 你當你知道 知道 不管你是看知道 聽知道 聞知道 常知道 或碰觸知道 當你知道 你是以什麼知道 你是以什麼知道 就是意識心知道 你心攀緣 是 產生 你就知道 所以這個知道 就證明有這個心 如果沒有心 一樣有眼睛 一樣有 射程 但是心沒有了 譬如說死了 那你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 不知道 那你說那是眼睛壞了 死了眼睛壞了 即使你眼睛沒有壞 好好的 有一個人 從這邊走過 當我心飛出去了 我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 不知道 視而不見 聽而不聞 因為心不在 所以 這些 證明有心 所以你的知道 就是有心 所以你要先知道這個 你如果不知道這個 你不可能修 修就在修這個 這個是錯誤的 你要先知道這個 我們雖然不一定知道這個 但是 我們日用 所以說日用而不知 主知道是這樣 我們每天都在用它 時刻不理它 但是 我們一般人不會去想這個問題 就是生活 每天忙於生活 沒有時間去想什麼心 那是閒人的事 所以修行 你要真的讓心閒下來 你如果每天忙著 生活 你沒有時間去照顧這顆心 沒有 所以第一個你要知道 這個叫做 所以這個是凡夫的心 但是你要先知道 我們連凡夫的心 很多人都不知道 所以這個叫做第一個攀緣 它的功用就是攀緣 它無時無刻不攀緣 藉由這個 眼耳鼻舌身 去攀緣色身相位處 所以你看佛教的經典 要你體悟 都是從這個叫六根 跟六成 從這裡講 因為從這裡 進一步讓你去體會到心 所以從這裡開始 你去體會到心 而這個叫做身根 身體的根 眼耳鼻舌身 心藉由身的根 也叫做門 去接觸到外境 這是我們的身心跟外境 所以這個身心 我們一般所謂的我 就是這個 是不是這樣 我們一般所謂的我 什麼是我 身跟心 這是凡夫 比較 比較 有學問一點的凡夫 那就不止聖心 還有一個什麼 靈 身心靈 但是這個都是凡夫 還沒有入法 凡夫 我就是身心靈 佛陀的重點 就讓你知道 這個所謂的身心 我們 執著是我的 實際上他不是我 這才是重點 這個是凡夫的信念 所以攀緣心 攀緣了你就起意識 這個是 這是女的 這是男的 這是好的 這是壞的 這是美的 這是醜的 這是對的 這是不對的 我們就是這樣在看世間 我們人就是這樣在看 這個是意識心 所以由意識心去起分別心 是不是 你要是沒有分別 你是 你就是阿大阿大 我們反覆一定分別 你就起分別心 有了分別心 你就 你就會起 喜歡不喜歡的心 喜歡強烈的就是貪心 不喜歡的心強烈的就是誠心 所以我們凡夫絕對離不開貪 心 乘 齒 這是我們反覆的心 這個 總而言之 就是 分別 跟執著 你分別了 分別是第六意識 執著是第七意識 因為分別了 你產生執著 第七意識 就是執著我 我們凡夫一定從我開始 你所有的想法 所有的觀念 都離不開我 那什麼是我剛剛講 我們反覆的我就是 統而言之 身 心 靈 就是反覆的我 我們絕對離不開這個 我們的我 就是身 心 靈 第七意識 就是這個 根本的執著我之 所以你看 金剛經從頭到尾 由淺而生 都離不開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受者相 多離不開 而 因為這個我 身 心 靈為我 我們因為 第七意識的我之 由我 由我來看 就是 一定分別 這個就是 攀緣心 意識心 分別心 煩惱心 從這裡來 這就是我們凡夫的信念 所以 分別 增加 執著 執著 增加分別 我分別 我分別 看到 這是 女的 這是男的 我當下 我們凡夫 當下執著就起 既然這是女的 他一定就是女的 既然這是男的 他一定就是男的 對不對 我們分別跟執著 是分不開的 分別產生執著 執著又再生分別 所以我們凡夫的心 就在分別執著裡面 轉 轉 這是我們凡夫 而且 你看小孩子 現在小孩子越來越聰明 為什麼越來越聰明 越來越會分別 他是不分別 你覺得他怎麼這樣 他一分別 哇好聰明 對不對 我們的聰明就從分別來 我們一出生就在學習分別 所以這是我們凡夫 學佛 你要是這樣學佛 學佛的人你還這樣 那你沒辦法學佛 你是越學越分別 所以說你是凡心學佛 還是佛心學佛 什麼叫佛心學佛 沒有所謂的佛心學佛 佛心學佛就是放下分別 來學佛 是這個 但是我們很多人 越學佛越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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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是這樣 很多人是講你 不是講別人 就是講你 我們凡夫一定是這樣 你沒有做到法德要領 我們學佛也是在分別心裡面 所以 今天的核心 就是要讓大家清楚 學佛要怎麼學 其實這一個我們說 借教物中 借教 所有的教 不管是經典 不管是我們修行念佛 禪坐 複習 複習 持咒 這些 這些向上的修行 是藉由這些要讓你悟到 忠 借教物中 你要找到那個忠 那所有的法門都很好 借教物中 我們說 萬變 不離其中 就是這個忠 就是這個忠 以前 學功夫 最高的一招 叫做什麼你們知道嗎 啊 我現在在講忠啊 在講忠啊 最高的一招 叫做萬佛 草忠 就是要找到這個忠 就是要找到這個忠 這個忠你找到了 所有你都通 你這個忠找不到 那就是在 比 這個比就是跟分別性 禪忠好 還是淨土忠好 禪忠 比較高還是淨土忠比較高 都不高 密忠最高 你就在這上面 現在學佛的人 百分之九十都在這上面 那個都是沒有找到忠 所以 吳祖就講 這種人 叫做盲羞 下戀 但是盲羞下戀他有 他有結果 不是沒有結果的 他又把這個結果 當做是 我真的 你只要用心學 學什麼都有結果 對不對 你只要用心學 學什麼都有結果 但是他那個忠 佛法最重要那個忠 他沒有找到 所以他叫做盲羞下戀 你打坐 別人可能可能連盤腿都沒辦法盤腿 你一座可以做三個鐘頭 利不厲害 好厲害 你要念經 念不經 地藏經 你那要練 兩個鐘頭 他半個小時念起來 利不厲害 厲害 我們有法器主 別人不會打 哇 他打得很熟練 厲害 厲害 如果把這些當做修行 背道而馳 佛法修不修這個 可是我們現代人很多都在修這個 唱頌唱得好厲害 好好聽 哇這個法師唱頌好好聽 好感動 當然會有感動 但是不是上佛曲才會感動 不是上放背才會感動 我們聽流行歌會不會感動 會 聽到你流眼淚 感動 這是我們一般 迷於表象 好可惜 真的很可惜 很用心 但是沒有抓到那個鐘 譬如講 我們講這個爐香戰 爐香戰在幹嘛 我們所有法會 一定會先唱一個戰 開頭 爐香戰這個代表 參藏是做什麼 我們一般講 一般講 參藏就是我們點燃香 爐香 我們點香 供佛 齊勤 很虔誠的齊勤 佛菩薩降臨我們這個 堂場 對不對 對不對 有人敢說錯的嗎 我們一般就是這樣 這是虔誠的宗教信仰 沒有錯 但是這不是佛 跟佛所說的法 相違背 不是錯 不是錯 但是他沒有入法 沒有找到這個核心 金剛經直接就在破這個 如來者 無所從來 亦無所去 剛剛有沒有讀到 如來是這樣 這個條叫如來 請問佛在哪裡 佛在哪裡 佛在哪裡 我們學佛學那麼久了 佛在哪裡 講不出來嗎 佛在哪裡 我們學佛的人 應該講佛在心中 對不對 誰敢說錯 但你就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學佛了 學佛的印象 佛在心中 不在外面 在心中 這個就是 我們凡夫 一步一步的過程 佛在心中 那表示外面沒有佛 是不是 佛在心中 所以外面沒有佛 佛在心中 是為了對峙我們一般 一般就是見到嘛 一般是 你看到聽到為實嘛 所以一般的佛 都是向外求嘛 是為了對峙這個 所以跟你講佛在心中 世上佛無所不在 是不是這樣 佛是無所不在的 無所從來 亦無所去 佛是不需要你請的 他隨時都在 是你有沒有相應到 是這個問題 而不是 佛請他 從西方 極樂世界 來到 我這邊 不是這樣 你一樣這樣學佛 你永遠見不到佛 因為你心沒有跟佛相應 佛不是這樣的 這個就是 凡夫 學佛他就是這樣學 但是我們一定經過這個 你是要聽經文法之後 你才會慢慢的開 這個是肉眼 天眼 頂多天眼 天眼看得 天眼也是有來有去啊 只是他來去比較快 我們來去比較慢 天眼也是這樣啊 所以他是凡夫 至少要開慧眼 所以 金剛經就講 若以色 見我 以陰生 求我 是人行邪大 不能見如來 所以佛在哪裡 佛本來就是 法界 所以剛剛講心 在心裡沒有錯 但是我們的心 在這裡 我們心 事實上佛法講的心 在哪裡 佛法講的心在哪裡 心包 太虛 無處不在 這個心就跟佛身相應 所以 如相戰 他是讓我們 你不要 我們凡夫剛講 凡夫一定是攀遠 一定是在 色身相位處罰裡面 色身相位處罰太術語了 什麼是色身相位處罰 什麼是色身相位處罰 色身相位處罰 就是指一切外境 一切 一切很重要 一切 一切就是沒有例外 你所有的外境 所有的外境 也還很豎語 不落地 我跟你們講一個落地的 什麼是色身相位處罰 什麼是色身相位處罰 你每天所接觸的人 事物 是不是這樣 什麼是色身相位處罰 什麼是一切外境 就是你每天所接觸的人 事物 絕對沒有離開 這個就是你的生活 也就是你的生命 你的生活 你的生命 就是這些你每天接觸的人 事物 所以修行是在這上面修 沒有 離開這些 無處修行 所以 如香戰的意思 是叫你暫時 你至少要在這個當下 因為我們的心都在人事物裡面趴 你離不開人事物 你所想的都是人事物 人事物 不是現在的人事物 就是過去的人事物 就是未來的人事物 是不是這樣 你有沒有 一時半刻 離開人事物 有沒有 有沒有 你們快證物了 真的你的心 真的沒有一時半刻 離開人事物 沒有 佛法就是要讓你 不被這些人事物綁住 這叫學佛 所以 如香戰 就是讓我們 暫時離開這些人事物 讓你的心能夠虔誠的 有這些人事物就是你的世界 我們所在的世間 就是世間 什麼世間 就是色身相偽觸法 什麼是色身相偽觸法 一切的外境都是 一切的外境都是 把所有大千世界 所有的宇宙都是 過去現在未來都是 這叫世間 我們就困在這個世間裡 所以 如香戰 就是叫我們 暫時把心收射 是我們 我們要離開這個世間 入佛法界 是這個 當你能入法界 你能夠見 諸佛獻全身 你就看得到 相應 不是叫佛菩薩 你從西方 請你來到我這裡 不是這個 你這種 你這樣子 有 有的人就能看到 但是那是幻象 若以色 看到了 以色見我 那是人形 邪道 你永遠 這是講的比較嚴重一點 事實上就是這樣 你永遠都在外向裡面 你學佛都在外向裡面求 你永遠入不了法 所以金剛經 今天 今天 就是帶領你 帶領我們大家 能夠入法的經典 要入法 你就是要從外向裡面處理 這個叫 初世間 初世間 不是 離開這個世間 我到另外一個地方 有一個很諸盛的初世間 不是這個 這種觀念 反覆都是這種觀念 這種觀念 頂多到天堂 離開這個世間 到了另外一個很好的世界 那個是天堂 還是世間 那個不是法界 出世間 你要入法界才可能出世間 沒有入法界都不可能出世間 那法界在哪裡 法界就在當下 沒有離開 你心 相應於法 你就入法界 所以 對於 見佛 佛無處不在 怎麼見 是入法界 見法身